先抢劫后打人 峨眉山的泼猴到底是被谁惯的 3月26号 女子给猴子喂食遭掌过 这一巴掌打得结结实实 把周围的人都吓了一跳 从去年开始 峨眉山有泼猴的新闻 就多次上官热搜 不是抢劫就是挠人 警局都快被他肿怕了 开始给猴子判罪 以故意伤害罪刑居一个月 峨眉山猴子打人 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1月17号就有本地人表示 以前放假都会去峨眉山郊游 现在不会再去了 不是因为警局不好或者雾下高 而是猴子给他留下的心理阴影 他从小就开始爬峨眉山 但是最近几次 猴子不仅抢食物还攻击人 这些心机猴子还专门挑弱女子下手 弄得他还要像泼妇一样赶猴子 把自己弄得很狼狈 有时候被猴子打了还不敢还手 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 不会再去峨眉山了 峨眉山因为猴子名声更上一层楼 当地商家也贴心的推出了防猴棍 一根三块钱 现在已经成为了上山必备工具了 但也只是心理作用 竹棍会被猴子抢走 这不是防猴棍 而是招猴棍啊 6岁孩子由峨眉 被猴群盯上追杀 无力只需要多搞 才能制服峨眉山的坡猴 谢先生练过自由伯击 早就看这群坡猴不顺眼了 恰逢猴子上来挑衅 长期养成的条件反射 让他开始和猴子对答起来 幸亏啊 他也只是想吓唬吓唬他们 这才没有发展成户殴 峨眉山猴子的勇者事迹 能总结出来一大罗 女子被刷脸 孩子临时被抢 男子胳膊被咬 遇到威脸性大的人类 他们还不服输 还会上山摇猴 知道人类被他逼退几百米 才肯罢休 不过这边呢 建议您啊 不要妄图伤害 或者打杀这些坡猴 因为他是国家二级保护痛苦 你打输了受伤啊 顶多进医院 说不定景区还有赔偿 你要是打赢了 那就直接进牢房啊 不仅带伤 还要赔款 得不偿失啊 景区呢 也怕搞出大事件啊 早就安排了各种举措 限制破猴的行动 2020年开始实行 人猴分离制度 从此之后抢劫少了 抓人少了 旅游啊都清静了不少 可也仅限于 清阴阁的三个猴群 峨眉山一共有14个猴群 一共582只猴子 小的抢灵石 大多抓人 配合非常完美啊 其实他们这么有攻击性 也是因为人类 在峨眉山没开发以前 这里就是猴子的天下 可自从人类来了 他们的家被外人闯入 领地意识 让他们开始反抗 于是就出现了 多起猴子抓人世界 一些游客啊 还会给他们喂食啊 这也是万万不可的 猴穴会自己寻找食物 你给他喂食 他们并不会觉得你友好 相反会挨上一个大逼兜 峨眉山的泼猴 人人狠打 雪地里的金丝猴 人见人爱 为何他俩的地位 差距这么大 峨眉山的猴子 学名叫做 藏球猴 是捏猴的一种 脾气本身啊 他就暴躁战斗力强 自家地盘 被两脚受入侵了 他们心情啊 就更加不好了 所以养成了 见人就打的习惯 你看人类不敢反抗 啊他们也是 蹬鼻子上脸 专门挑 身材弱小的人下手 所以一些孩子就被咬掉了手指 藏球猴呢 也是杂实性动物 平时吃的最多的就是嫩牙 果子昆虫一类 人们上山携带的香蕉 苹果饮料一类 他们也能接受 藏球猴的适应力超强 与其在荒山野岭找尸的 那不如抢来的简单 所以很多游客的背包 就被他们搜挂一空 没有带食物上山的 也会被他们搜挂底朝天 最后给你一巴掌 你这憨糊 上山这不知道带这吃的吗 相比于这些泼猴啊 明显金丝猴更得人心 不仅给墨还能喝影 他脾气温顺 一点都不怕人 能在人类村庄中来去自由 村民一看到他下山 就会给失误 金丝猴被人围观也不怕 坐着吃饱了再回家 憨态可惧的样子 让人忍不住心动啊 与藏球猴不同 他们长时间与人类接触 早就找到一套方法 聪明的猴子已经学会人类礼仪 将礼貌的孩子谁不喜欢呢 与其走在人类的对立面 还不如融入他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